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所以其實一開始 Doming Home 跟這邊的 E-Fest Home 然後位置的 E-Fest Home 相較來的一句話 其實只有針對我們比較的比較組 我才能有理 一個是針對你的組別叫 Reference School 另外還是針對你的組別的組別比較 接下來是針對我們做比較的叫做 所以提供加權的效果編碼 加權的效果編碼是什麼意思呢 加權的效果編碼就是 我們要把人數的平均算進去 人數 我把人數這件事情考慮進去 所以人數多的組 他的影響又更大 人數少的組 他的影響差價的數就更少 對不對 我這邊跟你說我的組比率是2.433 然後你的算法也就算出來 2.1加2.8加2.4數以3 剛好說2.433對不對 但是 但是 你來做一件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薪資 在哪裡呢 在寫很前面的地方 SALERY 我幫我按下右鍵 那幫他說 我要做門數信環境 請問他可以進入這個地方 這個2.433 並不信2.433 他送給你 就沒有殺掉 為什麼他都要連3章 不是要連4章 那連4章怎麼來的 2.1加2.8要連4數以3 每一組 平均相較平均 也是以主而言 我們來看 但是 我這邊只看 SALERY 的平均數的時候 他怎麼算 他是第一個人的薪水 加第二人 加第三人 加第四人 加所有人 加起來就出一出的平均數 溫時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他把每一個人 規定是一樣的狀態 這根時候每一個主 規定是一樣的狀態 這根本是每一個人都賺一個優惠 再一個單位 這根本是每一個主題的單位 對不對 那我每一個人都賺一個單位 就會有大小的主人 有的主人很少 我們來看一下 你們的工程員 然後我們去看 我們去看 那個 Figure Art 在這裡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多少人 看一下多少人 好 L.P.25人 你總結二十人 接著十五人 又不是等主人 對啦 你主人沒有相等喔 主人相等的話 那應該是兩個是一樣的 那上面就是主人科目的 所以就會有差異 了解嗎 當你算unwayed code 你沒有算人數 你每一個主人 就像是二十人跟十人 那是一個他的血量重要 三九千塊素三 但是當你要做 weighted code的時候 加權之後 這個人數有差喔 能數越多的 他站的比例越大喔 能數越少的站的比例越小 不會 這概念要看嗎 所以我們等一下來做 一編成weighted code weighted code就要考慮 你的主人數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 就是二十五人 就是十人 就是十五人 所以當你把人數考慮 這個時候 首先給我講 你的weighted code 你的寫法就不一樣 你的weighted code 你的參考 你就要把人數的考慮進去 原本是負一負一負一 他這邊對不對 問你的人數 跟他數怎麼說 怎麼算呢 他就是負一 負一 乘上 那 怎樣啊 自己這組的人數分支 你要對照那組的人數 怎樣啊 就這邊是自己的人數 很像你要對照那組的人數 當我把人數再反輪進來的時候 這個數就是負的25分之10 負的點數 負的點數就是負的點 對吧 那沒算錯吧 當你變成這個數值的時候 你在乘上的人數 你看喔 負25分之10 乘上25剛好是負10 對不對 加上10乘上1剛好是10 加上15乘上1 你放心 負10加10加0 還是什麼 然後這邊剛好是負25分之15 乘降25負15對不對 0 乘當10是0 1 乘當15是15 負15 加0 加上15 比較好看 所以還是一樣它是 surround 0 但是這個 surround 0 它包含了 要代理大小 它把要代理大小圍起來 OK 那這個我們就要做 waiting 或加取過後的 比賽上的效果 加取過後的效果變碼 通常這種叫做 W1 我們把它稱它為 W1 就是 waiting 所以會有 W1 W2 然後它是負1的內部又是負2的 這個可以給你一次 我可以給你一次 就要把 W1 W2 就要把 W1 W2 就要把 W1 W2 就把 W2 算進去 副-4-1-0-6-0-1 要把人數拿進去 我剛剛跑為U1-U2 在後面 就是打U1-U2 我用U1-U1-U2 要跨我的progression的時候 這樣可以看下組合會怎麼樣 這就是我跑出來的最後效果 還是一樣F247-73.99 我用U1-U1-U2等於0.97 這東西是底下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回歸寫法就不一樣 2.33 看到這個2.33了嗎 剛剛有看到他吧 他是什麼 是以每個人為一大會的感覺 就是這些加成後的感覺 整體的公式問題是2.33 Y等於2.33加上 1.3-7-2-B-8-57 4-4-0-1-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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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1-U1-U2-U1-U1-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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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U-U1-U-U-U1-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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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U1-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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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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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ہیں 你看他是誰呢 他也叫做左平均 他也是左平均 但他是歪曲 左平均 他不是一個人 是比雄未到的左平均 然後你的W1跟W多寫著 分別代表什麼意思 他是一樣的 W1 W1的利益 很久不見了 而且英文的人 他的年輕顯著的高於 整體高女生的不一樣 對不對 只是你整體大學 大學生平均是算法 跟你剛才講的 他會扣的算法是不一樣 這邊是加準過後 比人數也高 然後 同學院的人 他的薪資是 顯著的高於 一般大學院的薪資 然後就 高於 點四七萬 一加五歲 他同學院的薪資會變 欸 2.85 你們有看到嗎 2.85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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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分別的 就是 business跟整體平均的差別 是顯著的差異 但是這個地方 工學 欸 不不起 商學院的學生的薪資 就顯著的高於 整體的高於 然後 2.33 加 0.7 剛好說2.4 負的 15分之 或是15喔 不要忘記 這分作3分之5 就是負的1.667 或是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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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分之5 負的15分之10喔 所以是3分之6 所以是負的1.667 加上我都3問的話 負的6.667 什麼問題 15 負的15分之10 好 所以你下W3的控是0.10 負的1.667 W4是01 15.667喔 這個對難下就是他了 就是他要出完就見了 所以假設我用W3跟W4去跑 來 後來你跑 這個直接告訴我說 請問一下 他的 結局 Constant是多少 我直接問了 他 2033嘛對不對 他要記得是一樣的 然後打W3 到底是什麼 Libra 跟 全體組織有沒有差異嗎 對不對 然後打W4 現在根本就有的是 Engineer 跟全體組織有沒有差異嗎 所以前面我都不看了 都一字 是不是不一樣 那你會發現 欸 2033你這個是不是一定要對 如果不對 就表示你扣的 沒有寫錯 這個一定要對 沒對 就是扣的寫錯 那W3 對面的 5.23 然後有顯著 那表示 文學院顯著的 低於整體平均 對不對 然後你還可以計算一下 W3還是有什麼一樣 怎麼算的都把它變掉 因為它就是它內組的平均數 然後W4 剛好是Engineering 跟整體的平均 然後你就會發現 欸 Engineering是顯著的高於 整體的平均 那學院平均 那還是很高 性質還是很高 加起來 2.8 然後這麼多是一代 比較熟悉的 我們在跑普通法的時候 讓我跑一下喔 我的時候比較穩 我印象會跟你們說 要跑哪裡 Option裡面 對不對 記不記得 然後按 然後按 OK 然後它就會跑出來 前面都不管它應該都一樣 對不對 然後前面跟你們說 我們要出現總計 LA1 E跟Binus 然後Total 然後 Total Total 然後 但是到了底下 它會跟你說 欸 那我要比較 你知道 我用的是EM means 對不對 就是我身後比較 就跟你說 你要跑的是 這個 Option裡面的 這個叫做 EM means 平均就是 Estimated marginal means 好 EM means 然後它會跟你說 它在整理頻率是多少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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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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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總分數是35 你是故意讓它不等於有嗎 大部分使用的都不是 所以通常那個組 人數的差異 對我們來講 都不會是故意的 它是因為不想要發生 可是它就是發生的 OK 所以一般我們比較常用的 是以組合大約這個東西 因為組合作差異 通常組合總會這樣 你看我還是會提一句沒一句 我應該會提一句 那因此 這個東西比較不一樣 R-A-Call 那什麼W-A-Call也會用到 什麼時候會用到 當你的組件人數的差異 剛好5%的Presentation人數的差異的時候 所以在後 像這一句 我要跟整體大學生的平均來評論 那 假設 假設在這個社會上 本來就是文學院畢業人最多 假設文學院很多 文學院跟大學畢業生 代表百分之50 然後其他工學院百分之20 然後小學院百分之30 假設是怎麼樣 這個就代表我們社會的一個大學的結構 就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那我要跟大學生的平均性質比 我會用什麼來講 可能比較 也許是跟 Waiting Code 比較 會比較 屬於真實的大學生的結構 對不對 可以懂我的意思嗎 我的意思是說 你這個人數的差異 到底是不是你故意為之的 它能不能夠代表你的母群 如果它不能夠代表你的母群 因為它其實只是一個收養的誤差嗎 其實不太想要發生 我們剛剛就用做 回答對 那假設 假設這個人數的差異 真的能代表你的母群就是這個樣子 母群就是這個情況 那我們一般都不用 Waiting Code 對不對 就會把人數可為進來 來 去思考一下 然後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等一下回來 我們來討論一下 你先討 GPA來譯證的 salary 今天是請看會不會成長 然後我在講知道 控制住GPA之後 畢業的學院 能不能夠預測你的心情 其實這個問題對待 其實我們有想到一個關係 才考驗出來 我想要知道說 GPA能不能預測你的心情 然後我在講問說 控制住GPA之後 畢業的學院能不能預測到你的心情 直接是 第二層絕對別幫你做的 對不對 那我這個地方啊 我要預測你的心情 那我第一個先講說 我想知道GPA你的賽銷子 能不能預測你的心情 然後我第二個想要告訴你 在控制住你的賽銷子之後 學院這件事情能不能夠預測 我現在要預測薪資對不對 好 我第一個問題是 我想知道GPA能夠預測薪資 怎麼做 所以你先把GPA拿來 預測薪資 GPA是IP 薪資是第一 對不對 然後第二次我要講說 那我想要知道 我在控制住GPA之後 然後學院能不能夠全部預測你的心情 所以它應該是二步 兩階的回規 第一階就直接把GPA放進去就好 如果只要看MAC 就會回到第一個問題對不對 那我第二個問題想知道是 學院能夠預測 所以你第二期要放的是什麼 千萬不要把學院丟進去 然後我們練習了這麼多 為什麼 因為學院不能直接丟 所以你要把Coding System都進去 你先用D1、D2 第三、D四、D五、D六 或者是D1、D2 大概是各個一樣的 先用D1、D2就好 那你有沒有不一樣 大家也不一樣 先用D1、D2 那你的第一階你放的是GPA 第二階你放的是D1、D2 所以我先放D1、D1、D2 然後第二階你放的是D1、D2 然後第二階你放的是D1、D2 是吧 然後我就要播放其他公信 然後我就要看錯 來 來 結果1 告訴你說 D1、D1 能不能夠預測你的 連心呢 你不行 第一階看起來 第一階看起來就不行 第一個模式看起來就不行 對不對 模式E不顯著嘛 有沒有看到 模式E不顯著 F1、E48等於1.45 P等於1.235 R2等於1.29 對不起 1.010 3.0 是不是 這邊是不顯著的喔 然後你是跟仔細看的話 他會問你說 底下 Coalition也是問你什麼 GPA是不會把顯著預測 像R1的時候 這邊OK嗎 好 那我的第二個問題說 控制住GPA之後 請問你 學院能不能夠顯著的預測 連心 你怎麼回答我 可以還是可以看得到點 沒有人會員可以 可以 弄得到 看得到 好 我現在放GPA和GPA 這兩個 合在一起 才叫做 學院的效果 是不是 我不能幫大家看 我不然會在 對不對 紅色的部分 所以紅色的部分是哪裡 模式 模式改變的部分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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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要說 0.29 綠色的部分 模式 2 綠色 他黃色剛好是 編9 87 對吧 那感覺的相差就是 編9 57 這個地方 他黃色的 學院可以增加了一層 然後 有沒有什麼事 你就帶了 Change R Change R 在那裡 那個P在那裡 所以你要回答我的 是 控制住GPA之後 學院是可以 顯著的預測 很年輕的 對不對 大家看 Change R 是0.957 大概是 95% 然後 他的Change還會 8號 2 46 1635.4 可以 P小一點 這是你要回答我的問題 對不對 然後呢 當你看完這個之後 你看完這個之後 你看一下你媽都吃的東西 等於 1.830 好 加上點094 8號 1.7 3 8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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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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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跟你沒有放CPA的收工是不一樣的吧 剛才的就是這東西 如果有機器還可以的話 這樣就不一樣 CASTIVE RO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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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電鋒 鋒硬 11115的 speeches paralariamente EREEN 政府有機器所以還有幫助 CASTIVE ROLL CASTIVE ROLL 對 DARG 对吧 没有我这边写的是当然只有我做T1D度 跟考虑GP的时候的公式 这边是考虑GP的时候的公式 是不是 好来 公式不一样 哪边的问题 然后你要怎样的 公式代表什么 所以现在当我一个连续变量忘记了之后 再加上我的类别运量 两者一起 第一个你要先讨论的是 我这个类别运量 我要DOMIN CODE SYSTEM 一起看 我必须用阶层回归 对吧 我用STEP2 相加为STEP1 增加预测力 这是他的ChainR4 作为我学院这个ID 可以增加预测力 我不会看名单一万名图 我是两个一起看 所以我必须用STEP 这是第二阶 STEP2的时候 简单STEP1 这是第一个概念 OK 第二个概念是 但是当我考虑到有点连续变向 那么加进来的时候 他的公式会改变 因为他会改变 因为他会改变去变向的效果 也会考虑进来 所以我用的STEP2.1 刚好还在表连续变向的 平均薪资 对不对 那我现在的STEP2 不可能是1.8 不可能是1.8 扣得起来 看哦 这有很多 它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1.836 是代表 当你GP是0的时候 GP是0的时候 對不對 這邊是零的時候 然後這邊都是零的話 就是Liberal Art 有一個學院的人 當你畢業成是零分的時候 你的性格是1.83度 可是你可問你畢業成是零分 你能不能畢業嗎 那不行啊 所以你整體1.836 加上0.094乘上我的GPM平均 對不對 平均就是大家畢業的平均分訓 那是多少 在這裡 2.7774 請問你這個數字有沒有想 OK 所以整體來座的話 這個部分加起來應該是 7 9 2.097 超可怕 對不對 好像嗎 2.097 然後 如果你是一波拉 立萬跟進度都在0 然後你的平均分訓 然後你的平均分訓 只要等於2.097 又等於2.1 過來了 有沒有看到 然後當你是 等於2.097加上7.3 8 正常我是 2.8多1 對不對 看是不是 那假設我是HG20 可是那是0多大 那如果我是HG20 我這邊帶1 然後這邊又是7 你帶7號 算起來應該要像 近於2.09 然後假設我是 誰呢 誰呢 這邊是0 這個是1 乘上 等於2.082 算起來應該是 2.097加上 等於2.082 算起來應該是 差不多是 2.4 左右 還是連回來了 3號的數字 這個意義就不一樣 這邊整理的意義就是跟你說 那我如果考一GPA進來的時候 我的Intercept是1.83 6 然後 會加上的GPA 乘上0.94 GPA的選項 之後 才是我D1 和D2的效果 OK 那我底下這邊 D1D2的顯示 這個 這個 在考慮過GPA的效果之後 控制度 不可以的效文號 還是不可以的效文號 這個 這個 在考慮過GPA的效果之後 所以 他的心智能性交易 在台學校去跟效文號 第一度的話 是在台學校去跟效文號 去跟效文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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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Business 當學院 相較於文學院來學 他的心智也是調到 在台學校去跟效文號 所以台學校去跟效文號 在台學校去跟效文號 如果要同事的話 你們就這樣做一次 他擺出到GPA的效果 那 當我不考慮 學院的時候 是考慮GPA 我考慮GPA 其實是跟你的 選擬師跟你們講 跟你的心智能講 但是當我考慮了學院中 排出到學院中 等於是整體來說 除以不管 在你的學院之內 你的學位成績是越高 你其實會不會是越高 越是越高 越是越高 因為你原本都考慮學院的話 你的GPA跟心智的關閉性 只是來自於分數跟薪水 但我知道 我考慮到學院的效果之後 我排出到尋教 他表示 他是看你每個學院之內 就像我們學院之內 公學院之內 公學院之內 公學院的 成績越高 似乎 我們的心智能 會不會不會不會學習 大概是這個意思 可以再思考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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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